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华,今天我们来炒腊肉吃 这是我们家的腊肉 下面烧的是山茶树,已经熏了两个星期了 大家猜一下这里到底有多少肉 可以小块就够了 这骨头砍不下,在切的时候我们用刀将它绕开 接下来我们用流动的温水,将它清洗干净 多冲洗几遍,大家别小瞧这些肉 这可是吃野草和芳蜀长大的猪 一个贫困户家里养的,一点资料都没吃 这头猪一共350多斤 这些肥肉真的是太香了 洗干净之后放入蒸锅 扣上盖子大火蒸20分钟 然后我们到门口菜园里把点大蒜 在我们这里土壤是红色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黄泥土 这些泥土里面长出来的大蒜特别的好吃 非常的嫩 吃的是鸡粪和鸭粪 我们这边的人都喜欢吃大蒜 就是用大蒜炒辣椒都特别好吃 多扯一点 看一下 这样用大蒜来炒腊肉 这是我们家的菜园 先到这里清洗一下 可以的吗 今天天气比较寒了 别冰了 然后将大蒜用清水通行一下 然后用斜刀将大蒜切成长段 蒜梗 蒜叶分开放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大蒜子 将它切成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后面山上挖的冬索 先对半切开 然后将它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切好放在碗里面备用 这个时候的腊肉已经蒸好了 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将腊肉取出 让它冷却 水开后放入一小勺银 倒入冬笋 焯一下水 焯水两到三分钟之后 将冬笋捞出 放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腊肉已经不烫熟了 先将排骨切下来 再把这块肥肉一分为二 然后将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切薄一点 或者切厚一点 这样的腊肉就是直接这样吃 也特别的香 排骨也将它改一下刀 锅中放入山茶油 倒入腊肉炒出香味 用山茶油炒出来的腊肉 非常的香 排骨也加进来 哇 好多油啊 如果是吃饲料的猪 根本就没这么多油 然后我们用个勺子 加多余的油 挖出来 下入冬笋 煸炒出香味 再放入一些干辣椒 这些辣椒也是自家种 轻轻的吃不完 就把它再馋辣椒面 哇 好香啊 再放入一些大蒜 炒出一点蒜香味 接下来放入刚才菜园里扯的蒜苗 快速翻炒至断生 最后再放一点点低筋 不喜欢的可以不要放 一道鲜香开胃的腊炒腊肉就做好了 炕上去好多油 其实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特别的香 冬笋也香甜可口 炒这个菜的调料非常的紧张 生抽老抽 料酒 蚝油都不用放 也不需要放水 但是要注意火候 不要烧掉了辣椒 你家的腊肉是这样炒的吗 喜欢吃腊肉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